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這個寧夏夜市外面的這個阿川鵝仔麵線 是這個粉絲推薦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老闆娘你好,那我要一碗綜合這邊吃 謝謝,我坐外面可以嗎?比較不那麼熱 請問這一攤已經有多久的歷史了 這裡18年 18年,喔蠻久的 那高湯是用柴魚湯頭嗎? 大骨 大骨 來,你要坐哪邊? 外面 好,謝謝 好,那菜單就在這裡面 然後營業時間是早上7點到下午5點 每週日公休 然後也有配合這個壽司來吃的 好,裡面的話大概可以坐十幾個人 好,蠻特別的 也有麵線配壽司的吃法 好,那現在這個麵線就好了 剛剛因為我這個腳腳有點站不太好 所以如果有點荒動,不好意思 好,那就將就一點了 那它有一點站不穩 好,總之就是 鵝仔蠻多的,大腸也很多這樣 我覺得這個角度照比較好看 好,那現在吃吃看 它這個就是綜合的 我先吃吃看這個大腸 就長這樣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喔 甜甜鹹鹹的口味喔 大腸吃起來還不錯 好,這個是蚵仔 蚵仔 蚵仔也還蠻好吃的喔 我覺得大腸滷的還蠻軟爛的喔 雖然有點鹹,但是口味不錯 嗯 料很好吃喔 跟這個麵線吃起來的話 很搭 然後搭起來這樣不會太鹹喔 然後麵線還有一點點Q度 原來是這樣,它麵線是很輕的喔 麵線這邊沒味道 最好就是靠這個料的味道來 補它的鹹鹹鹹鹹鹹味 蠻大的,不錯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喔 雖然它湯頭比較稠稠的喔 好像有帶一點點這個柴魚湯頭的味道 這兩個裡面我比較喜歡大腸 大腸的味道不錯 那這邊就有三種醬喔 蒜泥辣椒醬跟這個醋 那我就都加在看喔 那現在基本的分數我給80分 那現在就再吃吃看喔 我覺得我這個腳架好像比較久都站不穩了喔 加了配料之後感覺比較好吃喔 建議要加配料 加的比較有多層次的感覺 好吃 那今天鏡頭就超近的 沒辦法喔 我找時間再換換我的腳架這樣 總之就是這樣 吃起來就是一個很搭配的這個台灣味啦 很讚 然後我分數加好之後的分數我給85分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阿川而阿麵線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民生西路198-17號 寧夏夜市旁 好東西就是這幾種喔 又有單賣的喔 欸它有寫日文喔 所以它應該是在網路上還蠻紅的喔 它有這個配壽司的吃法 會很有飽足感喔 好那個人覺得這一個面線店還蠻有特色的喔 可是如果說你單吃這個乳大腸的話會稍微有點鹹喔 好那搭配起來就還可以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掰掰